天上乌鸦飞 地上蓬佩奥 蓬佩奥这个人就和天上的乌鸦一样 烂烂讨厌 而且是烂全世界讨厌 但这一次蓬佩奥摊上大事了 中国连续三天对蓬佩奥进行了密集的炮轰 全世界对蓬佩奥都痛打落水狗 美国的新冠肺炎确准率已经撤破了103万 但是蓬佩奥却还在那里嘚着 还在那里装 结果就被批了 而且是连续被删到雷批 真的是事所罕见 4月27日 新闻联播批蓬佩奥已经成为了人类公敌 4月28日 新闻联播批评蓬佩奥背负势中罪 4月29日 批蓬佩奥的甩锅表演非常拙脸 如此密集的炮轰 可见蓬佩奥已经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公愤 尤其是最近 特朗普因为将美国疫情 甩锅世界卫生组织不成 从而恼羞成怒 停止向世卫组织缴纳废废 这激起了美国国内精英阶层的愤怒 同时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破坏了全世界 团结 防治新冠肺炎的氛围 而这个时候的蓬佩奥 却不断地在国际上上播谣言 说世界卫生组织 听命于中国 向美国隐瞒了新冠肺炎的真实情况 导致美国 没有做好防疫的准备 蓬佩奥这真的是 猪八戒倒打一耙 蓬佩奥还恶狠狠地表示 美国可能永远不会 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了 也就是说 永远与世界卫生组织断交 这也激怒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这可是来自非洲的老好人 连他都愤怒 可见特朗普和蓬佩奥 是多么的懒人讨厌 谭德塞压抑住 自己内心的愤怒表示 他们应该面对现实 认认真真反制新冠肺炎 而不是每天在那里表演 在那里作秀 蓬佩奥最近在国际上 干了一件让人非常恶心的事 那就是在各大国际会议上 强烈要求将新冠病毒 称为武汉病毒 并希望将新冠肺炎起源于中国 列入到国际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去 当然蓬佩奥的这一切行为 都是特朗普支持的 但蓬佩奥是特朗普忠实首相 于是在国际上彻底执行 特朗普的愚蠢命令 也不顾在国际上的吃相多么难堪 结果不但导致他被全世界孤立 也同样让特朗普和美国政府 被全世界孤立 蓬佩奥在国际上的形象 简直就如同满脸横路的头肤 让所有人深眼 他在国际上不断地帮特朗普甩锅 无视新冠肺炎在美国 已经远夺全球第一的事实 总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蓬佩奥之所以这样干 也和他的职业出身有关 他本来就是美国情报机关的负责任 他自己说他们培训如何撒谎盗窃等 突然让他当上了美国国务卿 搞国际外交 他习惯的那套见不得观的手法 现在全部的暴露在外面 但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虚伪和双标 如果美国没有蓬佩奥 很多人或许还见不到这样赤裸裸的真相 中国面对蓬佩奥无耻的照耀和抹黑 终于冷无可冷开始进行反击 对于蓬佩奥这种人 就应该狠狠地抽他耳光 否则他一旦小人得志 更是万乎所以 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在批评蓬佩奥 中国也不应该落后 反击蓬佩奥就是反击美国政府 栽赃陷害中国 反击美国政府将新冠肺炎起源于中国的谬论 特朗普和美国的政客一直兴奋强盗原则 我造谣陷害你 如果你不反击 那么你就是心虚 就是默论 这种原则是蓬佩奥和特朗普一直以来坚持的 因此面对特朗普蓬佩奥的甩锅和造谣抹黑 中国一定要强烈反击 坚决打他们的脸 而不愿留情 这种人你敬他一尺他会立刻要求你陪他一战 这也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战术 如果中国沉默 特朗普和蓬佩奥必然会更加不遗余力地攻击和甩锅中国 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比如说有一些美国机构和州对中国提起诉送配偿 美国本来就无理 他们反而变得更加无耻 特朗普和蓬佩奥甩锅的目的在于 一是为了摆脱自己在新冠肺炎防治过程中的无能 从而为接下来的总统连任选举打下基础 现在特朗普不利的局面就是 美国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民众 对于特朗普防治新冠肺炎极其不满 如果特朗普不能够成功甩锅 那么特朗普就要自己背锅 这也是蓬佩奥这么卖命的原因 还有就是特朗普政府这次为了救世 又花费了几万亿美元 这些钱最终一定要偿还的 特朗普希望通过甩锅中国从而索赔 让中国免出美国几万亿美元的债务 可见特朗普是多么的包偿祸心 但也过于脑洞大开 真的是一个极度疯狂的人 中国强力批评蓬佩奥就是反击特朗普 毕竟蓬佩奥就是特朗普忠实走狗 不直接批评特朗普 是给特朗普面子 蓬佩奥一个美国国务卿 还不能批评了 没有特朗普的命 却有着特朗普的病 对于这种人 没有什么好手下留情的 蓬佩奥在新冠肺炎的繁殖中 和特朗普一样无能 这个人就是靠拍马屁上台的 而且拍的特朗普非常舒服 当特朗普没有得势的时候 他还经常的批评特朗普 特朗普一上台 他马上的讨好特朗普 现在美国政府里面 几乎全是蓬佩奥这样的马屁金 现在中国也给蓬佩奥送上了礼物 那就是山根打狗伴 像蓬佩奥这种 对中国武器验照的打过的呢 中国就平均趁通 只有打痛的这种人 才不会到处乱叫 因为能难 并不会让别人踪中你 反击才是实力的体现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 除了特朗普置身以外 有两个人出境率非常高 一个是副总统彭斯 另一个就是国务卿蓬佩奥 如果彭斯只在贸易战中 满前满后 而在新冠疫情里出境不多 那蓬佩奥就是 从头到尾的上创下跳 不断抹黑 并到处挑说别国攻击中国 连央视新闻联播 都对他单独点名批评 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为何偏偏是蓬佩奥跳得最凶 主流的解释是 美国甩锅中国 遏制中国的需要 不过 我们从蓬佩奥的背景路上 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 蓬佩奥从名不见金状 升职为中情局局长 再度升迁到国务卿 只用了短短六个月时间 升迁速度堪辟 做火箭 如果这背后 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支持 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这背后的大老板 正是赫 实际上 科赫宣弟一直是共和党最大的金主 2016年就出之2.5亿美元 帮共和党拉选票 2018年中期 选举又出之4亿美元 帮助共和党竞选 动不动就是多少亿美元 往外扔 这显然不是一般人 帮得到的 再往背后 是科赫帝国所建立的 庞大资本集团 这种势力团体 以透明的个人或公共基金 与不透明的黑金形式存在 参与该势力集团的 18个有名有姓的 欲望富翁 在2015年时 其总计财富 达到了2140亿美元 其他参与的千万 逾百万富翁 更是不计基数 有这样的一个 庞大的势力集团 在背后支持 还有什么事是干不成的 也让他们能够在美国政堂 甚至全球政治里 呼风唤雨 蓬佩奥与彭斯这些人 都是科赫帝国的家臣 有了上面的背景介绍 再回过头来看看 为何蓬佩奥跳得最凶 显然 蓬佩奥不是代表自己 而是他背后的资本集团 为何其背后资本集团 要找中国麻烦 我认为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 让国际资本感到不舒服 中国与欧美制造业是互补的 中国干的是中低端 劳动量大 但利润不高 欧美干的是高附加值的金融 与高端制造业 利润非常巨大 但是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与欧美制造业的空心化 已经让西方感到不妙 如果中国还要升级到高端制造业 连他们最后的滞留地也不保 他们肯定是不舒服的 蓬佩奥之所以跳得最凶 是因为他背后的资本集团 很多是集中在制造业 这类传统行业里 还有人民币的不断国际化 也有可能让国际资本认为 会影响到自己未来在全球薅羊毛 正因为上述原因 国际资本会找中国麻烦 所以蓬佩奥只是前台一个备台池的演员 参考虑永远 跟这个打资本一切 再继续 在这个摄像中美 ro hält 然后再继续 参考虑 因此 甚至 到底是